被称为古代最轻松的刑罚 在现代甚至成为了一种潮流 然而很多古代女子受过此刑之后 却会选择自禁 这就是莫行 那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刑罚呢 莫行一不用你去负死 二也不会是身体制残 甚至在现代社会 还有很多人将它当作一种时尚 蜂拥而至抢着想去受刑 这一切还要从千年之前说起 华夏在上古时代就有五行的直说 莫义废公大屁 其中大多数刑罚都是把人往死里折磨 在这五行之中 很多人了解过残忍的公行 他针对男女不同的性别 有着类似却也不同的手段 男子去世 女子幽闭 去世很好理解 而针对女性的幽闭之行 则是用一根粗壮的木棍 猛力击打女犯腹部 直到胃肠下垂 子宫托出 彻底断绝一个女人的生育 因此丧命者比比皆是 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 而在这五行之中 有另一个看似很轻的刑罚 比公行还要叫女子惧怕 甚至很多女性为此而选择自荐 这就是位于五行之手的墨行 又叫情形 顾名思义 这种刑罚很简单 就是用小刀或针在犯人脸上刺子 然后再用墨水涂抹刺好的伤痕 使这个特殊的伤疤永久留在其头面 如果单论犯人受折磨的程度 情形在五行里绝对排在墨位 但情形的恐怖并在于此 情形旨在罪犯面不刺青 看似很轻松 却能位列古代五行之手 那情形究竟恐怖在哪 情形最早出现在西咒时期 于出土的甲骨文上已有记载 一般用作承接清罪者 别看他的用刑方式 只是在囚犯脸上刺青 实则却有着非常详细的规定 譬如必须刺在受刑者头面部显眼位置 不能被毛发或衣物遮挡 再比如情痕要长一寸五分 宽五分 也就是长度必须达到五厘米 宽一点七厘米左右 你想想这么大一个印记 烙在你脸上得有多显眼 这还不算完 在汉代之前 针对犯人的实行方式都比较野蛮 情形也是如此 并不是青形在你脸上划上几刀 而是越深越好 甚至刺进面部骨骼里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出土的汉前墓穴中 一些受过情形的遗骸 在头骨上都能清晰看到明刻的伤痕 因此单从肉体折磨来说 情形也并不是字面上那么好受 但真正让女子惧怕的 却更多是精神上的折磨 情形一旦行刑 犯人这辈子都甭想洗去那个刺青 而刺青又在囚犯一身最显眼的头面部 无法遮挡 暴露无遗 一是时刻提醒犯人你曾经犯事 二也意味着 你这个人即便出狱 走到哪里都甩不掉这个曾经的耻辱 在阶级意识强烈的古代 就相当于在脸上贴了一张我是罪犯的标签 谁见了你都绕道走 一来是骑士 二是生怕和你扯上关系 连累了自己 比如秦汉时期就有这么一个例子 汉初名将因故在年轻的时候 就因为犯事受了的情形 然后又被抓去离山给秦始皇修灵 那段岁月周边所有人都戏笑他 甚至给他取了秦布的绰号 他因此十分记恨大秦 后来造反起义 投奔了项羽 又被处投汉 被吕后称为天下猛将 虽然应不用行动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可秦布这个骂名仍然伴随他一生 直到其再次造反被刘邦所诛 一个男子受到情形 所滋生的仇恨能怂恿其谋逆造反 换作地位低下的女人 即便有造反的心 却也没有造反的命啊 所以女子受到情形后会怎样呢 普通女性地位已经够低了 只能依附男人生存 如果你脸上又多了个情形刺青 被世人唾弃 那一般就连可依附的男子都找不到了 古代女性受情形 被世人唾弃 甚至失去了成家 受夫家庇护的权利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古代受封建思想浸润太深 一个受过情形 面部有刺青的女子 寻常人一看就知道她曾犯事坐牢 犯事是一方面 而另一方面不管因为什么罪名 你一个女人坐过牢 也就意味着你可能已经被狱卒玷污过 贞结不保 而男人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和敏捷 也不会娶一个受过情形的女人 你因此完全失去了被夫家庇护的可能 因为受骑士甚至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 就算青楼都不会收这种脸上有刺青的女性 最后的结局只能是无奈等死 这种人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很多情况下比直接受死刑还恐怖 而且在有些朝代 情形只不过是后续更多惩罚的附加刑罚 什么意思呢 就像咱之前说的英部 她因为犯罪受到情形后 就被朝廷送去了离山做奴隶 修皇陵 而秦朝可不是唯一干这种事的朝代 上下五千年历史很多朝代 都将受过情形者冲为奴隶 这是因为情形者脸上的刺青一辈子都洗不掉 而且非常显眼 走到哪里接受世人唾弃 根本无法自己过活 因此即便为奴为弊 一般也不会选择逃跑 省去了很多风险 而对女性而言 受过情形者大多都会被送去军营充当军纪 这可和一般青楼妓女不同 在青楼工作你有吃穿用度和工资 每晚一般也只会接单一个宾客 可一旦成为军纪 那可就是没日没夜都沦为士兵们的泄奋工具 永远不见天日 可说惨之又惨 在这种情况下 试问有多少女子可以忍受 不选择自杀呢 当然 真正内心强大的女人古代也有 譬如五周时期的一代女官上官网 因为和武则天的男宠闹出风流 触怒女皇 也受过情形 刺青的位置就在她额头眉心处 可她受刑后却并未消沉 反倒发明了独特的梅花妆 点缀在眉心 以遮挡丑陋的刺青 这种妆容在当时的大唐甚至风靡一时 可见其内心之强大 但上官网毕竟不同于寻常女子 因此也无法作弊 如今 残酷的情形遂已消失 可因情形演变而来的文身文化 今天却风靡全球 走在潮流尖端的年轻人们为此纷纷效仿 刺青已经从曾经的屈辱变为今日的时尚 这何不是人类一种思想上的进步呢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